上禮拜我们上到第十章的作业系统 然后我们上到行程管理的部分 行程管理部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Thread Thread是线程或翻成执行序 但是我觉得翻成线程比较好 在中国大陆它是翻成线程 那在台湾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翻成执行序 有些名词我觉得台湾翻得比较好 有些名词大陆我觉得翻得比较好 像举一个例子最近几天我看到 大陆把MOOC大规模线上学习的这种课程 翻译成木课 线木的木 我觉得这个翻得很好 但是台湾翻成什么 台湾翻成模课诗 那MOOC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那你把它翻成模课的话就变成是磨来磨去 你耐性都磨掉了就不想上课 OK 那这种翻译就不是很好 那MOOC羡慕的来上课 这就好很多 但是有一些名词我觉得台湾翻得好 大陆翻得不好 比如说物件导向 物件导向台湾翻就是物件导向 adjure-oriented 台湾是物件导向 那大陆呢叫做面向对象 那面向对象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动词 而不是一个技术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名词我可能会采用台湾的说法 有些名词会采用大陆的说法 那在这里slade我基本上从 我就直接叫它slade 因为不管是执行训案线程都没有办法很 很好地抓到它的那个 那个意义 好 那我们在一个作为系统里面 你可能会开启很多个程式 这是行程process 每一个程式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线程 共同一起工作 这些县程slade会共用一些变数 就是这边的data 那在linux里面你可以用ps这个指令来显示现在的process 那在windows里面呢 你可以用工作管理员 按ctrllt delete 叫做工作管理员来看目前的应用程式和处理程序 这都是slade服务 都是process 那一个process里面可以有很多个slade 那如果是单一CPU的情况的话 那不可能同时执行 所以就单核心的情况 不可能同时执行 所以它一定是切换来切换去 好 那在这门课里面 因为我们几乎都用C来写程式 它语言内建就有支援slade 那slade这里有一个例子我们上礼拜执行过 那它执行出来的样子会像这样 ABBBBBBAAA 然后再BBBB又A又BBB AA 那这顺序是不一定的 但是你显然看到A呢从0数到10 B也从0数到10 而且这两个程式基本上是同一个函数 只不过我把它执行了两遍 而且同时执行 你如果用普通函数的话 你不可能同时执行 但是你用slade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同时执行 所以我这边new一个simple thread 就是目前的这一个class 再new一个simple threadb 其实就是把这个类别建了两次 然后分别建成slade之后 去启动 然后最后用join去等它 等它结束回来 这样的结果我们会看到 像这样子的结果 各位一定要仔细去看这一个程式 你才会了解说 原来有这种程式写法 各位到了三年级我还有一门课 是网路程式设计 基本上前半我还是会用c sharp来教 后半我会用javascript来教 那前半用c sharp来教的时候呢 网路程式写命令列或视窗的部分 我们都会用slade来写 所以那时候还会再用到 所以最好现在就把它学起来 还有就是各位未来会上一门课叫作业系统 那门课作业系统里面通常都只会讲概念 没有什么实作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作业系统课程里面少数的实作之一 那这个概念其实很专业但是蛮重要的 我们就把这个slade拿出来跑一下 上礼拜我好像已经抠下来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 OK我在cs里面有一个simple thread 那就是刚刚那个剪贴下来的结果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开 请记得开visual studio的工具 tools 然后这边 命令提示资源这边 请你用命令例的方式打csc 就是c-sharp缓拍了 我们之前在视窗的时候 几乎都用四窗的方式 应该我一开始有命令列 那用命令列的方式 用csc去编译 编译完之后呢 会多出一个这个ese档 那刚刚我没有删 所以所以一开始就有ese 我们删一次看看 好一开始没有ese 只有cs 我编译完之后呢 在dr一次就有ese 好执行的结果 a 0 a 1 b 0 b 1 b 2 b 3 b 4 b 5 b 6 b 7 b 8 a 2 a 3 a 4 5 6 6 7 a 8 a 9 b 9 ok 所以a从0数到9 b也从0数到9 但是两个却是交错在执行的 ok 这个交错执行的原理很重要 请仔细看一下这个程式 那这个上礼拜我们给各位执行过了 所以我现在就先继续把下面这一段也执行一次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是thread thread 线程 那线程会有什么问题呢 线程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它共用变数 两个线程共用变数 它会产生一个非常难处理的状况 叫做竞争情况 less condition 那什么叫竞争情况呢 这边是从作业系统的教科书 圣经版里面抓出来的一小段段例 那就是说我们其实 其实如果要做Count等于Count加1 Count等于Count加1的动作 其实在组合圆它是分成三个指令 对了 ok 因为要先载入嘛 然后再加1 然后再储存 ok 所以它是分成三个指令的 那如果今天thread1在执行这一段程式的时候 thread2在执行完这一个指令之后插进来 那会怎样 对 但是读到的是还没加的结果 但是它就把它减1了 接下来呢 这个R1已经在thread1里面 结果它最后又加1 所以到底它的值最后会是多少 无法确定 如果你今天呢 是从这一个直接插进去 然后执行到完 然后再做这个的话会是加1 如果今天是其他的交错方式的话 可能会是没有加 也有可能会是减1 那到底会是加1还是没有加还是减1呢 不一定 要看你的运气 看它的执行交错顺序 那这种交错顺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有些是0 有些是不1 这非常严重 如果今天这一个数字 代表你银行的存款数目 银行的存款也都是用电脑在算 如果今天这个数字 代表是你银行的存款数目会怎么样 对 那 那 你应该不会希望 你的银行电脑有发生这种情况 当然如果多了 你可能很开心 如果少了 那就麻烦大 对 好 所以 这种竞争情况会很麻烦很麻烦 那 但是我们先来示范一下竞争情况 我这一篇的顺序是从十节开始讲 但是我觉得 从竞争情况开始讲会比较顺 好 我们就新建一个 Rest Condition 这个是竞争情况我们的示范程式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用DShop编写一下 好 有了 好 你会看到 OK 所以这一个第一次执行出来,pounter最后是0,第二次还是0,第三次还是0,是运气这么好,就0 OK,有了,负1,所以又负1,又0,所以到底是0还是负1呢? 好像0的机会最大,因为它的交错情况最后平均值0的机会是最大,但是刚刚有看到一次不移的,奇怪,我现在做他都不给我不移 好,这个是机会的问题,但是有时候跟程式的那个写法也会有点关系 好,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就是你这样子执行交错,有可能会导致0或不移,有可能是正义,只是我们刚刚没有执行到正义的情况 好,那这种不确定的情况,竞争情况是必须要避免,否则的话你的银行账户的钱,就会多出来或少掉 好,那少掉一块钱的话可能还好,如果是少掉一千万的话,那就不得了 好,所以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在哪里呢? 在你存取这些变数,存取这种变数的时候锁定 锁住说,我现在要进入这个关键区域,别人请不要进来 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把这整个段落当成一个原子程序做完 中间不会被打断 好,那如果我今天做这样的锁定的时候 那我就必须要用一些指令,在Cshop里面这个指令叫lock lock就是锁,ok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lock来锁 lock必须要给一个变数名称 比如说这个lock就是它的变数名称 然后再进入这个临界区间 Click call station,这叫临界区间 临界区间就是会修改那个公用变数的那个区间 ok,然后再出来 那这一整段呢,当它锁定的时候 另外一个同时也锁定这一个,这一个变数的人 就不会重复进来 那你只要两个thread都锁定同一个变数 它就不会同时执行 ok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加个lock 我们两个都去锁定counterlock 这个变数,counterlock是个变数 counterlock是个尺寸变数 两个都去锁定counterlock 所以它这一段就会变成 当成一个完整的段落 不会中间被打断 不会中间被打断 那就加1完之后才会减1 最后是0 减1完之后才加1 最后一定也是0 所以,以这个程式而言 就不会出现那种有故意或正意的情况 ok 所以我们再新增一个 好,叫racePonditionLock.cs 存档,一样,编译一下 好,编译,ok 好,那你会发现它都是0 当然,刚刚也其实只有一次复1而已 但是你这个怎么执行 它都不会复1 都不会复1或正1 没关系,你可以仔细看 当我做锁定的时候 它的顺序有点不一样 仔细看 我现在造型执行了几次 非常多次 你看到 它这个用Lock的版本 它INC跟D1C INC的三个动作一定是一起 中间不可能被打断 所以一定是INC先D1C后 或者是D1C先INC后 不可能说 INC执行了一半 然后D1C又跑进去 不会 但是在前面这个就会 有没有你看到 INC INC D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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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 D1C D1C 它是交错的 前面这个是交错的 前面这个是交错的 后面这个是没交错的 OK 所以它不会有那种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临界区间这一段是锁定的 所以它不会有重复进入 同时重复进入的问题 所以它不会产生竞争情况 所谓竞争情况就是同时重复进入 两个人好像在赛跑 有时候我赢 有时候你赢 到底最后会是什么值呢 他都不知道 OK 那这个这个就是用锁定来解决 零界区间的情况 但是锁定要很小心 这种锁定 以目前这个例子 我只lock一个变数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锁定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这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让你的电脑再也动不了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叫时间 这个示意图 比如这一台你想象成是一台火车 你在想象这一台也是一台火车 两台火车在轨道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对不对 有看过火车轨道有时候 它会这样交错 那他们火车的行动中心会去控制 他绝对不会让两台火车同时 一个投到这里 一个投到这里 不然怎么办 他就要倒退路 那火车可不可以倒退路呢 基本上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之下 他是不能倒退路的 火车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路 那怎么办 如果今天他刚好就已经 一个已经走到这里 一个已经走到这里 他又不能倒退路呢 就永远卡在这里 你得用拖车去拖 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这个是个示意图 在电脑里面呢 是怎么样 是 这种所谓的死结 就是我先锁定A 然后再锁定B 但是呢 另外一个 thread的另外一个人 他刚好相反 他先锁定B 再锁定A 这样如果我进去锁定A之后呢 我还没锁定B之前 另外这个人就进来锁定B 但是他又还没有拿到A 因为A已经被我锁定 所以他在等我的A释放 我再等他的B释放 等来等去永远都没有办法结束 因为我等你你等我 ok 好 所以呢 我等你你等我还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又不放掉我的 你也不放掉你的 ok 那这个就好像那个 欸你们小学课本还有那个什么 黑羊白羊要过桥的课吧 不是有那个 那个课里面黑羊白羊都过不了 桥最后都摔到随意死掉了 那个 那类似这样 那当然是不会死掉 但是以电脑而言就当机 就会当机 ok 所以这种死结呢 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这边故意写了一个 C-sharp程式来体验这个死结 我先建立一个thread 这个thread呢 是传AB函数给他 AB函数 我再建另外一个thread 他是传BA函数给他 BA函数 AB函数做什么事呢 AB函数先锁定了A 然后印出这个讯息 然后sleep 1000就是停止一秒钟 1000毫秒 停止1000毫秒 就是停止一秒钟 再锁定B 然后呢再印出 又锁定了B AB又锁定了B的讯息 同样的BA就反过了 他呢先锁定B 再印出来 然后再停止一秒钟 再锁定A 再印出来 那这样的结果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程式一执行 这个程式就当了 为什么当 因为互相卡住了 所以就当了 那但是如果你在真实的 我这个程式故意让它当 所以你一定会当 但是呢 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种问题很不好处理 因为一旦通常这种情况 会发生是不定期的 而且发生的机会通常是很低 可能一年才出现一次这种当机情况 那你要怎么除错 你会很难除错 所以特别要注意这种锁定机制 千万不要造成死结 那这变成是程式设计师要自己去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业系统 现在的Windows Linux 几乎都没有办法处理这种问题 那有很多作业系统研究 在研究处理这种问题 但事实上都很糟 它都必须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几乎是把整个电脑给关掉 测掉一堆资源 然后把一堆行程给砍掉之后的结果 所以都很烧 所以这种方法 这种东西最好的 就是程式设计师自己小心 不要乱锁 乱锁你就会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死结的办例 好 我们叫delug.cs 十节 好 编译好了 执行一下 没看到就卡在这里 它出不来 它出不来 我打enter没用 打什么没用 只有打Ctrl C 它才会出来 Ctrl C 就强制把这个整个程式都杀掉 好 那否则的话它就是出不来 OK 所以 以这个程式而言 我们是故意让它锁死 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是 你一年只会锁死一次 这时候你的程式怎么办 所以你当然不能让它这样 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就要有这个概念 锁定可能会造成死结的这个概念 千万不要写出那种有可能说死的程式 好 OK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先给各位去去试刚刚的前面这几个程式 包含SIMPLE THREAD 还有建议各位先执行RACE CONDITION 还有RACE CONDITION LOCK 然后再去执行DEAD LOCK 死结的程式 然后都执行完之后 我们待会来看一个叫做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这里我们会用SIMPLE 这个概念 耗制 耗制也是用来预防死结的一种方式 OK 那在CSHOP里面也有提供这个耗制 OK 那它比较方便的可以让你做一些原本只有锁定不容易做到的问题 那这个耗制的一个测试程式叫做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生产者消费者问题就是生产者 比如说我生产了五个东西 那你消费者最多就只能够把那五个东西给消费掉 那如果我生产了十个东西 那你也可以只消费五个 然后过一阵子再消费一个 但是我如果只生产十个东西 你不可能消费十一个 这就是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做到像这样的程式呢 这个程式其实蛮重要的 各位知道最近Google有出一个新语言叫做Go 前两天我那个苹果又出了一个新语言叫Swift Swift没听过 那Google的Go Go基本上是从屹立性的一个Earlane的这个语言来的 吸收了它Earlane的一些概念 那Go里面最希望 为什么Google要自己设计一个语言 因为所有的语言都不符合它想要的 它想要的是什么 它想要的是一个为了云端平台而设计的语言 Go就是这样一个语言 它又要执行很快 所以它具有类似C的速度 但是它又要能够在云端上面一次开大量的平行函数去执行 但是这些平行函数又可能量级不是十个一百个 像我们用Thread的话十个一百个可能就差不多了 电脑就卡卡了 但是Google的Go希望它做到的是几千万个函数 同时在执行 怎么做到 就是吸收了Earlane的那种语言的经验 它采用一个Q 就是类似助力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所处理的方法 OK 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实际的程式 直接执行好了 直接执行 执行完各位再去执行其他的方式 好 那我们把它这一个 Product consumer 好 Product consumer 这一个程式 剪贴下来 然后呢 编译 等一下 这里有个错误 Q不在内容中我好像换个名字 叫SecularBugle 叫Q 这个应该叫SecularBugle 对 这里有一行错误 当初没改到 好 OK 这样就过了 然后呢 我们就执行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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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事哦 这个生产者生产了18 消费者消费掉18 生产者生产了1 消费者又消费掉1 生产者生产13 消费者消费掉13 生产者生产了7 消费者还没消费 再生产5 消费者还没消费 再生产1 消费者还没消费 再生产19 消费者还是没消费 消费者消费了7 有没有 刚刚这个7 再消费5 刚刚这个5 再生产者又生产了17 OK 然后又生产了0 接下来呢 消费者消费掉1 又消费掉19 又消费掉17 最后消费掉0 结束 OK 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东西 消费者都把它消费掉 结束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程式呢 我们是使用一个叫做Sameful的概念 好 那这个Sameful里面当然我们有thread 有thread 在thread里面我们不再用lock来处理问题 我们用Sameful来做weight1 weight1的动作 然后呢 就等待它消费掉一个的意思 OK 或者等待它减 就是等待它消费掉一个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这边 这边也weight1 但是呢 我们有用两个 两个号字在做weight 那一个是Sameful slot 就是Sameful slot 就是已经填了几格 那另外一个是mutex 就是物质号字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完成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这个是用刚刚的lock比较不好做的 所以用Sameful会比较好做 OK 所以处理 处理灵界区间的方法不只有lock 不只有锁定 也可以用Sameful Sameful 比较强大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直觉 但是lock比较直觉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强大 那各位试试看这一篇 我们已经贴在社团上的今天上课内容 你点一下 就会打开 那请把这边的程式通通执行 然后了解